哈喽,大家好,今天2022年3月29日,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情啊,或者说是一种现象啊,我们在国内看新闻呢,大家也知道这个有些话不能说,呃言论也不能讲,留言,包括看新闻发表一些评论,也是不能说的啊,如果你说了一些话啊, 会被别人喷,对,喷成美狗啊,陪着那个日子啊,这都是那些人帮你的,给你盖的帽子啊,所以说,这也是一种形式,没办法,我们来看,我给大家说的这两种现象啊,接下来跟正式进入主题,跟大家讲一下这两种现象,第一,看新闻,看新闻的评论啊,大家可以看到新闻的评论啊, 人民日报的新闻,美国对乌克兰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我们来看评论,直奔评论区啊,新闻不用看,全是,这个,这种,这些信息是不用看啊,看评论,大家看到没有, 评论啊, 评论啊,美国意思是这个,大家看到一看,美国的利益集团是百月的后台,美国的目的就是,除了美国以外,全世界都乱了,要是不乱,它就制造,欧洲自以为自己很了不得,其实都在美国的算盘里, 俄罗斯被迫入侵,乌克兰恶意抵抗,责任权在美国啊,大家可以看到这个, 现在我们看其他的啊,这个东西,这个收入,这个不明显,这个,这种现象不明显,我们来看他,其他的啊, 看其他的现象啊, 找一个,我跟他一起讲一讲, 今天没找的那些, 看这个, 这个是乌克兰要反攻了吗,乌克兰反攻了吗,早就反攻了呀,要不大将装合能那么快吗,等着上,装合上市吧, 上将已经被包围了,就算, 不给力不给力了, 其实这是网易啊, 网易的一些新闻还是能,一些这个评论还是能看的, 其他的平台很少能看到了,现在只有这里还算比较清静, 啊,这看不到手机号,可以看点赞啊,哪些评论啊,公道自然人性啊, 听说就要打到末时刻了,你看点赞看的,点赞15, 那个叫火柴的大将装合了吗,大将啊,现在就是说乌克兰包围的,乌克兰包围基普,那个有个有一个上将啊,点赞看的,说明这说明什么, 熊老虽说兵员战力高低不一,但也有40万之巨,现在居然还要遭遭动员, 加上各种反攻消息,乌克兰兵力战有可能是真的,点赞啊, 远新和绿远最近老憋屈了,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, 但是点赞还是比较多的,啊,这个是这个评论,其实他是内心是想, 支持俄罗斯的他们,其实他顶,你看他顶才一个顶,乌克兰最近宣称的所谓战成功收复,实际上都是俄军调整战略收缩,战线测距后,乌军才得以返回,这个结果压根就不是他们反攻取得胜利后达成的,意思就是说俄罗斯战略回退啊,所以乌军才得以返回, 你还顶他一个,这么说,乌军,攻了个寂寞,看到了十和远环就回去了,这是调侃,点赞87,整个这几条评论,8条评论,支持乌克兰的,可以看到支持乌克兰点赞都是很多,看吧,162,296,100多, 只有一个支持俄罗斯的才多少,才一个啊,这个是什么,折连斯基还是称这个折连斯基是表演,编新闻,他是这个是支持俄罗斯的,你看看, 他在顶折多少,才两个,我们看其他的,这个新闻流览量,浏览量不多,看其他的有些比较明显的就能看出来,看这个, 啊,这个是内心是,意思就是说,美国很怂啊, 百约冬阔有危险吗,意思就是说,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百约冬阔,俄罗斯, 俄罗斯本身他不就一直就是说百约冬阔影响,威胁了他的这个, 国家安全,所以才要入侵乌克兰,你看现在他就说,嘲讽,美帝这么怂,百约冬阔影有危险吗, 点赞的还是比较多了, 点赞的还是比较多了, 这个新闻的点赞量都不行了, 这个可以啊,全世界都看着呢,最后有,最后有海牙法,国际法庭裁判谁犯下战争罪,这个什么,这个题目是什么,佩斯科夫,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,未向民用设施开火, 配合佩斯科夫好像是俄军的一个,佩斯科夫是外交官还是什么,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部长级的人物,第一条,点赞五千多条,点赞五千多条,最后有国际法庭裁判,意思就是俄罗斯犯了战争罪, 他这个,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,还有第二条,看来马里乌波尔的医院,商场都是乌克兰军队为了陷害俄罗斯用的,俄罗斯武器,轰炸的,这个意思就是说,嘲讽俄罗斯,点赞三千多条,你们说的啊,这个更加直接,你们说的话, 连标点符号都应该怀疑,所以我说网易上面的一些新闻,网易上面的一些网友,还是心里面还是很清楚啊,所以点赞很多啊, 聪明的乌军老是往民房里躲,往商场里躲,且存放军用物资,啊,这个才38条啊,这个是说,乌军,啊,乌克兰的军队躲在民房里面,所以说不得不打这个,俄罗斯不得不打啊,这个民用设施啊,但是呢,点赞才38条,啊, 在下面这一条,立马就点了一千多条,一千七百条,所以这上面这个零头38条,还没在这个零头83多的,人家自己的国家放在什么地方要你批准,啊,点赞一千七百八三条,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信息,你看很多人就是就是说,因为害怕评论,害怕惹来祸端,所以呢, 只是点赞啊,点赞支持,谁说的话,他就点个赞,谁说的对,他心里也清楚啊,所以网友心里也,这届网友心里也很清楚,所以他点赞,点赞很多的往往都是比较,三观比较正确的评论,别废话了好吗,海牙一定有你的作为,历史上也有你的一笔,作为反面教剧,反面教材吧,一千七百多条, 都成教徒了,还有脸说这话,嗯,一七六四,这也是嘲讽俄罗斯的,城市都扎平了,他说他没破坏啊,一千多条,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啊,你看现在这个,得了吧,那玩意还不是被操控风险,前天看了视频,马尔,马尼,乌布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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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专门从,明居向俄罗斯发射反弹的导弹,导弹射完就跑,然后俄军坦克,炮轰,居民去,家就没了,现在只能住在被, 封城废墟的家中地下室啊,但是点赞成二十七条,你看他上一条五千多条,他的下一条一千条,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,其实这些粉红的,在网易来说,这些粉红,其实这个很孤单啊, 大家可以看到,网,网友的这个心里面还得有底的,我今天就讲到这里,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,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小频道,拜拜